不利桃源音乐的群聚感染事件 持续的扩大 在今天又新增了一例本土个案 那么短短9天已经累积了实名确诊 那么也让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这是我国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现在面临到的最大挑战 首先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在今天新增的这一例本土个案 它就是案839护理师同住的阿嬷 那么还好这位患者 在11号就已经被列入居家隔离 发病前两天就已经没有跟外界接触了 因此不需要扩大匡列接触者 其实它不算是最大 一开始在面对 发生到现在 应该是做到目前来讲最大的挑战 疫情爆发范围比以往还大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从去年防堵新冠肺炎到现在 目前面临最大挑战 因为部立桃源医院院内群聚扩散社区 20号再增加一例 是案839护理师的同住祖母 根据调查案870证明60多岁富人 因为曾跟案839护理师同住 11号被列入居家隔离 12号一采阴性 却在18号发病出现发烧症状 就医再度裁检 结果确诊 院内群聚在短短9天内 累计个案已达实例 陈时中认为 与上次的院内感染事件相比 当时没有医师染疫 这次隔离人数多 清空范围变大 各种难关也接踵而来 那医师相对互相资源 汇诊相对都比较多 那对于相关有可能的人员 也扩大密切接触者的定义 染疫的人也多 然后第二个隔离的人也多 然后第三个清空的计划 也相对的大 那我们严正以待 变毒传播速度快 成为巨大威胁 未来一个月的关键期 能否成功守住 不让疫情升温 确保社区安全 就等时间检验 谢谢陈思凡 于丽宇台北报道 好 其实我们带大家来 关注到的是案869外籍看护 他到底是怎么被感染的呢 在昨天很多人也觉得说 实在是不了解他的传染途径 那么经过了指挥中心的疫调 现在研判 应该是遭到了 整体群聚感染的源头 也就是案838这位住院医师传染 因为这位染疫的住院医师 曾经在1月7号的时候 到外籍看护服务的9B病房 去帮病人抽水 那么因此研判 这个外籍看护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被传染的 而这位外籍看护 在雇主出院之后 也都在家里头持续的照顾 并没有外出 也没有访客 不过外界还是非常的担心 看护在医院里头 可以各楼层走动串门子 万一院内的接触者 或者他们又到了其他的病房 或者是进到了其他的医院服务 都有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 外籍看护医院照顾雇主 结果确诊新冠肺炎 证明案869 40多岁越南籍医工 可能感染源 恐怕也是来自整体群聚源头的案838住院医师 838因为那是一个住院医师 他的足迹比较短 他有一次在那边从经过的时候 9B告诉病人有相对的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凶水有积了水 所以他就帮他抽了 然后在外看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被传染到 有些新闻讲说 他是不是医院所聘雇的这样流动型的外看 没有是一个外看单一的雇主 那一直都陪伴在雇主的身边 并没有单独的行动 指揮中心强调案869院外足迹单纯 但外界人担心 看护能在院内各楼层移动 院内接触者若再到其他病房 或者其他医院服务 或是进入社区 都可能成为防疫漏洞 指揮中心只能持续波斯抽检 希望围堵疫情传染止步 这也综宝岛 好另外一位呢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 就是案865 那么他是被这个案863 也就是护理师妈妈所传染的 那么现在呢 根据指揮中心的疫调 在1月16号到18号呢 他到了摩斯汉堡 桃园节日A7店 来担任作业员 而密切接触的人呢 就是这个店的店长了 专家就认为了 店长的染疫风险 可能会比客人来得更高 因为呢 尤其是在休息时间 或者是下班之后 可能会卸下防护装备哦 风险上也会相对比较高 另外呢 就是他的最新疫调足迹也曝光了 这是在16号下班之后呢 他曾经来到了 麦当劳桃团人三名店 而目前确定有接触到案865的 总共有24个人 桃园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 案865 根据疫调 在摩斯汉堡 桃园A7店工作 指揮中心也公布最新足迹 他在16号到18号上午约9点30分 到晚上9点3天都在上班 而16号下班后 则到了麦当劳桃团原三名店 停留约20分钟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有去相关可能会有碰到的可能性 但之后其实相对的可能性 在经过清销之后 其实那可能性就降低了 对此麦当劳紧急发声明 18号接户确诊个案外带餐点后 已经紧急处理 目前停业消毒 相关12人也进行健康管理 但因为亲社的人员越来越多 而案865是案863的女儿 当时候母亲确诊 是否有必要向工作单位来报备 整体的社区里面并没有看到 就是说有扩大传染的一个迹象在 但那时候他要做报告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 而案865在餐饮业工作 虽然本身有高规格防护 但还是有可能会传染 而且上班时店长和案865 可能是最密切接触的人 因为休息时间卸下防护 医师谈言店长风险不比顾客低 台湾新一波疫情进入关键时刻 要杜绝传染风险 得时时小心 记者复权销声 台北桃园赛报导 另外就是确诊护理师的丈夫案864 那么他最新的足迹也曝光了 风鲜两个人呢 除了曾经两次一起到过桃园的南门市场 那么案864呢 他自己在1月12号的时候呢 还曾经去了广德海鲜餐厅 16号呢 是到台北大肠柯仔面线店 一品金汤豆浆网以及芙蓉朗等 那么目前呢 卫生局呢 也紧急地前往各个店面来进行消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广德海鲜餐厅 一待就是5个小时 足迹一公布 也让刚刚在餐厅里头 吃完饭的民众直呼非常的担心 而业者呢 也提早拉下铁门打烊 桃园卫生局赶紧派源大消毒 从店里到店外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来回仔细作业 因为确诊护理师的丈夫按864 在桃园多间餐厅都有他的足迹 我早上还跟那个老板在那边讲话 吓死人 多少经理一定会有一点影响吗 那怎么会 一定会贪心呢 多少会 附近店家坦言吓坏了 因为本土确诊案例连环报 现在按864的最新足迹也曝光 不仅去了豆浆店 还在海鲜餐厅一待就是五个小时 他们的景品工我们已经有危险 那会担心吗 当然会啊 很担心 我们大概两点两点半左右 就全部客人就清场 然后就已经打烊了 所以说我觉得那空列的时间 我是觉得有点疑问 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就接到 餐厅业者反驳 收看了监视器 确诊者并没有在餐厅待那么久 不过以目前指挥中心 公布的足迹来看 按86412号中午 在广德海鲜餐厅吃午餐 直到傍晚五点才离开 隔天一早和妻子去逛南门市场 16号早上自己去了台北大厂 鹅啊面线店用餐 中午又跟妻子去南门市场采买 接着晚上七点多 自己去了福隆老消费 17号早上则是到 一品金汤豆浆王吃早餐 待了三个钟头 就打电话问 看他是要退单呢 还是要什么时间过来取 我们一样箱子外面 所有都是要做消毒之后 才可以让他们取 在我们知道足迹 那地方的卫生局 就会去做相关的一个消毒 所以在现场基本上场地 它基本上是安全 指挥中心做好疫调 迅速公布足迹 提醒民众这几天 有出入相关场所 千万得提高警觉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守住社区防线 借桃源综合报道 随着本土疫情升温 国内的防疫作为 是否也要再收得更紧一些呢 指挥官陈时中就说了 目前的防疫层级 仍然是停留在境外 移入跟零星的社区感染层级 感染源也都很清楚 不需要再升级防疫措施 所以目前暂时 不会强制禁止大型活动 也没有计划要停卖 高铁自由做车票 但是文化部还是决定 要停办台湾国际书展 实体展 对此国内有医生认为 国内目前 其实已经濒临到 社区感染的阶段了 防疫是否要再升级 就看接下来这几天 整个疫情的发展状况 任内群聚感染扩大 本土疫情升温 各县市春节尾牙大型活动 纷纷取消 中央防疫动作 是否也该升级 指挥官陈时中给答案 建议 建议这个大型活动 能够停办或是延迟来办 那至于相关的规定 还是跟原来的维持一样 因为现在的感染源都清楚 所以它不会升级 指挥中心强调 目前防疫还是依照 秋冬专案来执行 市场夜市户外风景区 还有游乐园等地点 目前不会强制戴口罩 大型活动也不会强制禁止 所以接下来的电玩展 可以如期展开 但台北国际书展的实体展 文化部已经宣布停办 至于去年疫情爆发后 一度停卖自由座的台湾高铁 陈时中也说暂时不会考虑 目前在这段时间 跟高铁在执行 这条口罩都戴得蛮确实的 除了有一些零星的情况之外 基本上我觉得它戴口罩 是蛮完成的 我是觉得是可以考虑这样做 因为我们已经 瀕临社区感染的阶段了 那当然我们目前还是要看情况 就是说看我们后面这几天 是不是越来越多人 防疫作为是否要提升 医师分析还需要观察一阵子 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个人防疫 指挥官呈时中也呼吁 可以随身携带酒精确实消毒 减少感染的可能性 记得众文报道